疫苗的研发如火如荼 全世界因为新冠疫情了都在做疫苗 现在就说很多人在问我 为什么疫苗研发会这么长时间 以前做了那么多疫苗 我们用原来的技术不是很快就成功了吗 而且现在已经完全破译了病毒的序列 知道了它的特性 知道了它的特征 应该很快就研发 但是告诉大家 从技术的角度非常快 我们已经完全有这样的技术 在全世界发达国家都有 包括我们中国 但是时间长在了临床研究 什么叫临床研究 临床研究就是在人体上进行的实验 看看药物或者这些疫苗生物之品 安全不安全 有效不有效 那么做这样的临床研究 一般要分四个阶段 四期 第一期就是在验证安全性 就是这些东西达到你体内 人会不会出病发症 会不会死亡 安全性 第二期 摸剂量和适应症 就是到底是打一只有效 还是打两只有效 到底对哪种情况能治好 这叫二期 第三期 发现了它的安全了 也知道该用多少量的 也知道用在什么病人身上 第三期做随即爽忙的对比实验 就是一群人用这个药 用这个疫苗 一群人不用药 不用疫苗 来观察 到底这个药效果好不好 这是非常严谨设计的 能得出来科学结论的 所以三期就是做对照实验的 四期 就是这个经过三期以后 这个药就可以上市 在市场上给人们使用 可以出售 用了药以后 大量的大规模的人 在用这个药 四期研究就是上市后的研究 再继续对这个药进行观察 看看效果怎么样 一期二期三期 一做的话 这个研究的话 时间就会非常长 按常规要几年的时间 但是在特殊情况下 比如说我们国家 现在有两种疫苗 是一期和二期合并在做 那么会有大大缩短时间 大概可能要一年到两年的时间 就可以研发出来 乐观古迹的话 我们明年的春夏 春天夏天 就可以看到上市